明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瓣高森 彈球均爭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選舉軍事委員會已寄出投票通知書 選管會主席馮華說 目前未收到候選人受到暴力脅迫的投訴 強調選舉法例能夠有效保障候選人 莫少榮報導 立法會選舉星期日舉行 選管會主席馮華到跑馬地麗頓山的票站巡視 到時全港有571個票站 選管會已寄出投票通知書 市民可以在當日早7時半至晚上10時半 到指定票站投票 對於新界西候選人自由黨周永勤 懷疑受威嚇棄選 選管會說未有收到候選人受到暴力脅迫的投訴 強調香港的選舉法例能有效保障候選人 香港的選舉法例是有保護投票和參選人的 最重要是不可以有賄選或者舞弊的情況 用武力或者威嚇這些脅迫都是不行的 如果有任何人 他自己在他身上發生有人嘗試去賄賂他或者脅迫他 他就應該立刻去報警 這樣執法機關就一定會嚴肅地跟進這些事件 至於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被裁定提名無效 馮華說提名是否有效 由選舉主任決定 選公會沒有角色 選公會會由星期一到九月三日 在全港設置四個模擬票站開放給市民參觀 NOW TV記者莫少瑩報導 選公會會開放給市民參觀 你會不會去 會不會去參觀 對呀瘋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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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香港人是不是當白癡到之前也要投票給人參觀 是不是要做一個無二投票 就是要扔個人也要對學 我不是的 我又覺得如果香港有 譬如你說看每一次民調都會見到有很多市民說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有什麼心想去投票 其實這群人其實是很大機會連選民都沒有做過 或者是今年第一次做選民 連是怎樣投票都不知道 這個人真的有可能 雖然連年都說有些廢票白票 但比例都比較少 香港人是不是這麼白癡 當然你要搞都沒有所謂 好過那些錢 你去搞港珠澳 所以人家都去搞 另外問回第一節他小小事 當梁俊恆的事件 他私下有沒有PM你 沒有啊 完全沒有 當時Facebook在大家面前就試好 我當年樂見 但沒有下文 由惠晶私下PM會比較好嗎 由惠晶算了 你有沒有由惠晶聯絡 由惠晶來說我只有一個評論 我自己真的不太喜歡MK妹 他也算MK妹不算 我見仁見智 我就說我不喜歡MK妹 但是我自己覺得 他住在王國的嘛 王國人一定是MK妹 這樣解釋而已 住在波蘭加 還不是波蘭加妹 是啊 那些比較好 你最懂一些 你抄了由惠晶的牌尾晶嗎 也不是他帶我出手 不是由惠晶的電話大家都有的 你舉了單張上面 這個可能是他做地區工作的電話來的 可能他自己本身是一個私人的 任何人 那你才有 我就是沒有 我沒有 我真的 我沒有 通常你們做地區 官方的不是官方 就是做事有一個電話 然後是私人的有一個電話 不是的我同一個電話來的 是嗎這麼笨蛋 我的電話號碼直接放上Facebook 大家隨時可以打 說你不怕那些 譬如有些地區 有些人一搞不定 或者有些人是對面的 就是想炸你晦氣 或者是添你麻煩 整個都有的 是嗎 那就裝上一個小熊來電 小熊來電 這裡以後也可以裝一下 當然你們都說是做地區 你們是有區議員 有黃學禮 其實清正有沒有向你們區議員拜票 沒有 沒有 這裡比較虧張 不可能他們自己對自己勝算 有他們的判斷 是 他們勝算大 自然可能就不需要我們幫忙 是 另外 例如提交四區 例如新東新西 九西和香港島 你都是叫人投意普城 這是有什麼原因 因為這四區暫時 我都見不到有港獨派的候選人 當然可能最後六天 突然全部支持港獨 我不知道 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我看不到有的 即是有的都被DQ了 但國師就是建國派 是的 沒有的 沒有港獨派 在情況下就要選擇 剩下的就是 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的聯盟 另外就是 全民制憲的聯盟 即是青年申請他們的聯盟 這兩個來說 我會覺得 全民制憲 五區公投是一個比較清晰 有路向的綱領 即是一文路線圖 我會知道他入了議會之後會做什麼 他入了議會很明顯 就是會組成一個全民制憲委員會 然後可能會制定了新憲法之後 就會辭職、公投 那些路線很清楚 我看到在這個路線裡面 港獨派是可以有參與的地方 例如在他制憲的過程裡面 港獨派可以去提出 我們覺得港獨應該要怎樣制定的憲法 甚至在辭職之後 如果我們是到時不喜歡他的 或者陳雲你也會發瘋 那大家一起參選 陳雲推出來的候選人都可以 我看到在這個路線上面 似乎是比較清晰 和港獨派還可以參與 但是另一個派 就是青年申請他們 我見不到一個清晰的路線圖 唯一看到的就是 他跟我說2020年 又會搞電子公投 那不要緊 我2020年才考慮給他 也沒有問題 路線圖不太清晰 甚至乎立場也不太清晰 你看他昨天那個 電子又比較 造勢大會的主題 都是香港底線 這兩個底線 你是寫01都可以 對 眾志都可以 但是別人暗示是香港獨立 因為別人是獨立公園 然後陳澤濤和王俊傑 又是港獨獨立 我就覺得要清晰一點 要是你 你是不是要先說出口 被選舉前被DQ了怎麼辦 DQ就是DQ 但是你看到計劃B 我們不想有計劃C 我不同意要有計劃B 就是被DQ了 為何我們還要屈服這個選舉制度 為何我們還要 為何我們還要 其實我們從97年之後 大家都知道 港獨是一個禁忌 我們不可以說的 這是潛規則 大家都知道 問題就是 一直以來泛民都遵守潛規則 我們說什麼反23條也好 說什麼震撲選舉 總之不說港獨就可以了 這是中共定下來的潛規則 到我們今天終於懂得反抬了 我們不會聽中共說什麼就說什麼 即是我們不怕接觸你的底線 我們應該是這樣的 明明應該是 由陳浩天出來 我們應該是 發現到我們不應該去 服從中共的這些潛規則 即是不妥協 誰知道別人一個DQ 你們全部都服從了 大家知道 總之不說港獨 其他事情 我說自決可什麼都 或者收拾香港什麼什麼 這樣不行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資源很重要的 是不是 那就是眾籌 不過有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王叔 你在新東都支持國師 但有些人又這樣說 國師你支持永續基本法 第一條已經說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一部分 你還支持 那你怎麼看呢 基本法要先修改 才可以永續 還有到時那個修改的基本法 根據葉普成的建議 他修改了基本法的草稿 是會透過五區公投 五區公投補選 那時候去讓香港人的決定 是否接受的 到時他們建議了一個改法出來 大家接受的 那就繼續支持 到時也不是國師自己選的 可能到時國師不選了 可能林石添出來代替 不奇怪 到時大家認同那本基本法 就支持林石添 但可能我不認同 我又會出來挑戰林石添 到時大家如果認同我的理念 就投票給我 所以這些就是到時的事 但最重要是到時 在這個過程中 香港人是有參與 我欣賞這一點 是制憲的過程 公投的過程 香港人是有參與 這個參與中 哪怕說我們港獨派 甚至乎有人建議 一國一制 他都可以到時出來挑戰 林刊政 林刊政又說 我不行 我覺得《基本法》要寫明 可以一夫多妻 直接要 《基本法》也要改名 是的 林刊政出來 但大家就一起參與 我覺得這個很開放 所以是角師有角師的理念 但他現在進去推動的運動 是一個開放大家可以參與的運動 在這一步裏 當林刊政不要參選 我會傾向支持他多些 我自己看 《永續基本法》 上星期 也拿了高等的圖 甚至陳文斤也說了一次 大家其實都會很清澈 如果你要明白就明白 其實是和獨立沒有相違 沒有矛盾 甚至是有互相相互相成 甚至有先後的關係 都會有 可以做到這樣 第一 今次我見為何清政的計劃 有時新冬 接收不到很多 本民前的票 第一 因為本民前很行動派 清政真的很地區派 還有立場清政是比較 有些人說退新泛民 屌實本民前為何幫新泛民 他重置2.0民 只要擋2.0 軍民擋3.0 軍黨4.0 他見到清政那次立場是想大包圍 甚麼票都拿 因為他做地區 不可以說很限死地區 只靠本道派票 這樣就可以扔 才會輸硬 不是柔惠正和鄺保賢 都不會一個贏一個就差一點 王俊傑又怨比民主黨去多票 除了地區工作之外 其實你的立場不清晰 或者大包圍 是對你選地區的幫助 但選立法會是一回事 而本民前不 因為很行動派 只是靠理念 不是靠地區 他們很清晰 本民前不早就說了 他以為是港獨 甚至行動是勇武派 要有精神 於是其實是幾不同的 今次即使你本民前行動派 將你的信譽全部押上清正 那些人第一不是那麼容易 他接受到要消化 第二也是幾位候選人 包括陳澤濤 陳澤濤是有脫進路的 我見到論壇後總結 我同意你 甚至有一次和黃楊達唱相簧那次 其實我印象都很深刻 有些是覺得他和尤偉真 好像昨晚去到造勢大會 說話都還要看稿的時候 我只覺得這樣你們要再練一下 因為從政人去到造勢大會 還要看著稿去說話 就像是辯論隊做一些卡 其實你很蝕卓 亦都給不到人信心 唐英賢當時人們說你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要你老鼠出去說話 還要看著稿 大佬你不是說45分鐘的東西 你說幾分鐘的東西都要看稿的時候 其實人們會很質疑你 再加上選舉論壇的能力 他們的表現不太好 又是真正話差 黃俊傑比較中規中矩 但不是很impressive 黃俊傑單人說話會比較好 沒有尤惠傑那麼平淡 亦都比巴哲也好 巴哲也好 巴哲也好 在論壇就比兩國好一點 這個也很突出 但因為三位都不算突出 於是很多人看了信心不太大 但見到九西民調 為何劉小麗先去彈你 不算他的立場 很多人看這個人 追了阿蔣在雲敦時定 於是就升了 但尤惠傑當李永漢林依麗 給了那麼多牌理相 可以拿到那麼多同情分的時候 你都不可以把握你的時候 其實這是你自己表現的問題 再加上你黃俊傑在本土新聞 就算榮樂齊傑人對他怎樣支持你 外面的人看 有時說那票我先投給你 相比鄭崇泰好多 近日譬如玉敦提醒 不要說對批評 梁天琦的事件 你們又如何看 玉敦提平梁天琦的事件 即是抵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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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對那件事你認知 最簡單的就是抵鬧 抵鬧自己的說法 就是梁天琦 即是我自己消化了 即是我們背後抵鬧 即是梁天琦本身有個Plan B 不是巴治玉 所以梁天琦去幫Plan B 是合理的 合理的 沒有問題的 甚至他好像是清正三區的統臣 他幫Plan B是沒有問題的 幫新東 問題來了 你又幫助另外那兩區 即是九龍西和新界西 而且現在九龍西 尤惠晶和黃毓民是搭票的 可能會 你看到最新的民調 是吧 小麗老母爆了上來 是 這樣就真是誇張 小冷戰感都被騙到 小麗老母爆了上來 現在變成尤惠晶和黃毓民 兩個人是很危急的形勢 兩邊還要互相扯票 那梁天琦 你不要說話 你又要走過去幫尤惠晶 那是什麼意思 好 接著當 旭敏也不要緊 但又問你 是否會幫港島區阿靖 你又僱了又嫌他 變成令旭敏覺得 有沒有搞錯 我們港島 我們葉普城 港島區只有一個 那四眼都支持港島 你都不幫助我們 而還走來九龍西 幫尤惠晶搞我 所以旭敏一定是生氣的 這是很合理的 所以變成 今次這件事件上天期 可能道理上有些說不過去 不過現在都 叫做醒醒定定 叫做象徵式幫忙 正感滿 怎樣為之象徵式 很明顯的 你見到他們在Facebook上 懂得無常分享幾個時候 根本不說話 交功課 都叫做一下 但這個也被人罵 有些義工 看到他離遠拍張照 又算 為何你不走去合照 或者走去到Banner 直到旁邊拍照 其實我覺得 不能逼人 因為他真的不支持候選人 你也不能逼他 但我有一種說法 就是港島區 都叫做中產 你一個旺角 扔磚寶土 今天不適宜 港島區 就是幫忙 其實有這種說法 你可以提出這些說法 但他又提不出 他完全沒有理沒有節 這樣去說 所以就令出文不妥 沒有辦法 我看這件事 又是怎樣看 因為我不想花太多篇服 好像變成花生台 這樣說這些雜碎 但我自己覺得 最大的問題 我自己是 因為本身 毓文有找過你梁天琦 去談這件事 毓文從來也沒有反對過梁天琦 幫清正拉票 甚至幫他做統籌 因為聽本文詞的人說 梁天琦正正是 清正三區的統籌 幫他三區 是很正常 毓文都沒有 怪你 也不可以 也沒有權 是吧 即是你梁天琦 喜歡幫誰做選 是你自己的權力 也不需要問他 任何人 即是你自己個人的選擇 但毓文是 大家有合作空間 隨時大家有民友 大家有在My Radio有合作 即是大家當日選舉 即是不要說誰幫誰 即是大家都是合作的 即是當時我找資源去幫你拉票 即是為了本土派也好 即是你也都和大家去又好 好了 但不如去九西 沒有問題 你幫柔衛生拉票也沒有問題 不過你之前都可以 因為四眼是港島區 唯一入位的候選人 即是你幫幫他先 即是拍張合照 甚至抵抗一下 提一下就可以了 之後你來九西也好 來哪一區也沒有所謂 因為其實教主以我認識的 黃毓文是一個口直心快的人 所以雖然我認識 要不要公開兩次 甚至三次 這樣說他梁天琦 是吧 但他是很口直心快的人 他覺得你這件事是有不妥 他未必會只是 即是私下跟你說過 即是找到你去吃飯 之後你都沒有聽的時候 或是沒有跟進 或是沒有搞定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會公開說 這就是他的性格 而他就是什麼呢 而抑文一向都很疼他年輕人 是很包容這些年輕人 很疼他 就算是港濤軍行 他都說算了 港馬草來都說算了 即是連濤軍行馬草來追殺 抑文這麼厲害 我相信這件事是很小事 一碟小花生 一碟小綠豆 其實你自己 即是搞定就可以了 即是現在 即是說到尾 雖然你說四眼仔也沒有福利 有些人說 你找四眼仔去節目 不等於你endorse他 這是兩回事 做節目的嘉賓和endorse 即是等於現在 我找了流言康虛過來 是否等於我endorse他 即是兩回事 都說你不是算了 即是這樣 不要緊 因為你課金給我 OK 這個靠你 另外 最後那件事都未搞定 然後你就去了九西 好像有少少程序上不對 今次很簡單 補鑊就好容易 即是我自己覺得 要清晰些 補鑊 要清晰些 雖然我見到他一本文前去義工 都頗介意他幫幫四眼 即是本身有些私人問題 未必關於立場問題 但是我只覺得 如果你是著重這面的票員 或者著重這面的民友關係 即是你親自和義工解釋也好 你是要做的 譬如你整班清淨的 加上梁天琦 來趕倒一次 和四眼認真合照便可以了 站一次台 甚麼都解決了 我就不明白 一件事可以拖這麼久 還有最後 我覺得大家都無謂 在選舉之前 這麼多的爭拗 即是九月四日之前 兩邊入了就最好 尤其是新東這邊是肯定做到 可以做到兩席的事 九西都有機會 新西都有機會 新東就比較穩 講到不用想 一定是四眼哥哥 所以最後就是 小小說法就是 不傳異語 不講是非 不遼是 不鬥飛 不打飛機 網上也沒有打 現實也沒有打 因為要留一點體力去做街站 如果你想幫你的候選人 努力拉票 多下街站做大過餅 感動市民 這是最實際的 網上周圍說 甚至有些人假裝熱狗 假裝本土派走來 遼是鬥飛都有很多 你不要看這些 想你支持候選人贏 你直接幫我拉票 下街站 打電話 跟朋友說 就好過在網上 大家互鬥 你又拉不到對方的票 就會搞到大家 越走越遠 就變成人 甚至對面 某些台 他最開心 所以大家 你喜歡投誰 無所謂 你自己決定 但現在應該集中 幫你候選人去拉票 這件事我也不想講太多 另外一行也想講 周永勤 這件事 你個人的看法是怎樣 我覺得香港人 是很容易哄的 你誰先哭 大鑊 劉皇叔最流行這招 跟他爭的三角演義 對劉比最流行哭 你一哭 大家會覺得同情他 當然我兩個人都不認識 兩個人都不認識 兩個人都不認識 但問題是 我這件事 何君堯 一個人就不認識 我想說一件事 我要恐嚇你 有人說 他承認了那段錄音 代表一天光光 但問題是承認什麼 他是承認那個人是他義工 但不是承認 我指使那個人去恐嚇那個人 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事 有些人就說他拍得那麼厲害 說得那麼厲害 可能有些東西都藏起來了 不說了 其實也有些人在說 其實反過來 周詠琦會不會有些痛腳 被人握住了 而是他又不敢見光 有些秘密 令到他有這樣的 哭爆的場面 其實會不會有什麼顧忌 或者反過來 根本上有些事情都在說 其實他們兩個是否合起來做戲 這個戲也做得不錯 他是將計就計較多 這個詞 我也是說 如果這一刻我贏不到 你這麼囂張想拿 我就不給你 現在我就跟你攬炒 攬炒 攬炒 混淆你想做立法會議員 第二世 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大家弄清了一些邏輯 停止選舉活動和停止參選 其實你不能自己去三選 當年去陳嘉南也不行 你一定會有票投 你哭 你怎麼都會得到同情表 我又覺得這個一定有 即使搶回一些學軍演 即使你今天是棄選 去到投票當日 將選票那一格不會被擱 都是會有你的名單 對 你招聖 所以其實他那天說的 棄選也好其實是不重要的 還有我聽過那條帶 那個義工說 我們就會去追擊他 其實平心而論 我聽你聽 我聽不到有什麼恐嚇的成分 即使我一天聽過各大網台的主持 即是平時那些 每天都在追擊 追擊誰 追擊誰 其實這樣就叫追擊 當然好事 我又不會相信廉政公署會查到什麼 但現在廉政公署都說 立法要查 當然要查 但問題有幫你 即是你問我 純粹的市民 我不覺得那些叫做 我追擊你 然後我又穿了 何君堯那些衣服 如果我真的有心要做你世界 你不要當那些人 像看Pokemon那些火箭隊 每次做完壞事 我都要說一句台詞 我就是火箭隊 沒有人會這麼白癡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 我不是說幫何君堯 但我純粹是一單玩一單 我覺得他真的沒有心做世界 但周永勤無論如何都好 就算他未被人恐嚇 有沒有痛腳被人抓住 但這招下 我覺得是用得高招的 他馬上把焦點放到他 沒錯 周永勤這些 我上星期跟陳國強說過 下一節我都會追擊何君堯 這節完之前 依然就是那句話 無論你支持清政也好 本民前也好 葉普城也好 在未來的最後一星期把時間拉票 好過你網上打飛機 不傳異語 不講是非 不聊事 不鬥飛 不打飛機 努力拉票 就算是 譬如你集中精力 好像仇斯達那樣 去吵架劉小麗 踢爆他的東西 上星期六 在選舉煉獄 星期四 比你猛步 說了劉小麗 好在政策上失誤 說了對香港歷史 原來完全不認識 就是亂說的 然後被香港歷史的項目 打爆你 之後洗完品之後 他就拼了別人的項目 你這樣胸襟 說真的對劉小麗 何爾蒙那些 你以前說的 我們都不算那麼多 或者你全民退保 你又說左膠 又說你是左翼主義 但幫一些基金佬去賺錢 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社會主義 什麼左翼主義 都不算 你只是別人去質疑你 而是中細胖的 因為他說香港大部分的移民人 是49年前來的 人家是小孩子 也就是錯 別人提出這些 你就不回應 就拼別人 這些氣道 說真的 你怎樣做立法會議員 你不要以為你口才厲害就行 現在立法會你口才厲害 余若美也厲害 陳淑忠也厲害 不可疑夠厲害 不可疑點 又做到什麼 最後如果大家想幫助你們的候選人 要學保身 甚至我們有幾個網站 也會賺民怨的義工 跟我見過 就算你清淨也好 陳澤濤也好 熱血的義工 全部很有禮貌 90度退鞠躬 當然是抓人的美女 90度鞠躬 你當然是覺得別人好 他不鞠躬 我都說得好 如果是他的美女 你去到黃陽達 這麼囂張 幫鄭松泰選 幫梁天琦拉票 都是90度鞠躬 這是大家很重要 而且不要跟別人爭 街陣EQ高 不要像啤梨那些 尿你老母那些 不要學你知 或是幫你忍退廣告 或是快必幫榮樂齊 罵阿姐不要學這些 每一屆都是 至少有四成的香港人 沒有去投票 那些才是投票 哪會有人 看完榮樂齊 誰說什麼 你一個街市民 不會理會 甚至上網看你怎麼打飛機 甚至高登也會上網 在我身邊的嘉賓 劉榮康 劉王叔 在沙田之前 中大搞退亂 現在也搞地區 之前 區議會王學禮 可以說 居友 居友 贏了沙田 什麼居友 居友 即是在地區做好根基的朋友 我以為你這個節目出軌 好 這一節差不多 下一節 我們繼續講何君堯 還有我去問一下劉榮康 如何去看民調 如何匹敵結果 好的 Debbie 不要經常怪我 我不帶你吃好東西 今天終於帶你來旺角 吃好東西了 和我兩個人撐桌 這麼好 為何要來旺角 因為旺角有靚波王 知不知道 靚波王除了打火鍋一流 小菜更好點 這麼棒 在哪 更快跟我來 走 大家看著旺角港鐵站 C4出口 一路直走 見到街市 之後見到橋底十字路口 轉了 走前三十步 便見到靚波王 Debbie 你知不知道 我在哪裏大了 當然知道 你是沙田人 做沙田乳隔 最重要是先露了它 再燒 所以一吃就知道 師傅肯定是來自沙田 真的嗎 這樣很有沙田的風味 而在我面前的就是 博多蝦餅 博多 哪裏 博多你都不懂 就是日本的九州 所以它就是德製的醬 德製 綠色的 這個是日式的沙律醬 日本最流行吃的是什麼 芥末 沒錯 這個就加了芥末 在裡面 你點起來 便醒神又開胃 當然知道 叫做博多蝦餅 好 吃得好滿足 好飽了 這麼快又滿足又飽 還有個冰鎮果盤 我看到前面這個 很精緻 很漂亮 那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這塊 不知道 它面上這個這麼有趣 我不是可以試嗎 你試一下 但是廚房告訴我 是秘密 不可以說的 這個很好吃 大家快點來試一下 Debbie 廚房除了好東西吃 還有好東西 我們M.I.H.K.的訂戶 我當然知道 現在只要上來香港製造網絡電視 訂閱我們一個月的低俗頻道 或者兩個月的啤梨晚報 我們就會送你一百元的廚房QPON 送完即帖 不單純滑車來M.I.H.K.網站 要七十元 就可以買到價值一百元的廚房現金券 嘩 這麼厲害 還不快點來 快點來吧 或者會撞到我們 靚波王的所有小菜供應題 就去到十月三十一號 之後就做回火鍋了 所以大家要吃靚波王的小菜 還不快點去 啤梨晚報 星期一至五 晚上六點至八點